我们即将要在现场颁发的荣誉是 微博年度最具影响力组合 请看大屏幕 精彩助教 他们追踪梦想的步伐 更激励了微博千万粉丝 五年来 无数个温暖公益瞬间背后 展现着他们强大的凝聚力 经2018年 经由他们发起的公益相关微博阅读量 就超过两亿 微博最具影响力组合 TFBOYS 有请TFBOYS 同时有请知名演员姚晨上台 颁发子荣岳有请 这些BOYS 同龄人的单纯和善良 又有着超越年龄的执着 他们是正能量影响力的实力担当 祝贺他们 也请 姚晨和TFBOYS 在舞台上合影留念 好 谢谢 谢谢姚晨 请先落座 三位 请留步 因为接下来呢 是要考一下三位的 各位看到 现在呢 在TFBOYS舞台身后呢 上来了三个题板 是是是 这就是呢 要给他们接下来设置的考题了 李爱老师 你知道活得比较久吧 有时候就会有这种好处 是 也有一天我能够做三位的老师呢 叫别还是别瞎指啊 你也老实一点啊 是是是 来来来 这样我们先请三位同学 移步到舞台侧方 来看看你们的考题到底是什么 这样 三位谁先来 小凯先来好不好 你看 我们现在这个舞台上呢 这些词啊 都是 饭圈用的词 我不知道三位是否 记得这些词的 名词解释是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 这是要填空棋啊 好 那个谁先来 小凯来吧 小凯先来 好不好 好 那个 你倒是挑一道问题 我挑一个比较有味道的 好不好 好 来 彩虹屁 这个就是说 就是用很夸张的话去夸别人 夸人的话是吗 用很夸张的话去夸别人 那怎么叫屁呢 开马屁嘛 夸张的话就拍得跟彩虹一样 你看看 你看正确的答案就是 指粉丝花式夸赞自己的爱动 用词完全不带重样 答对了 看样子 没少收到彩虹提 经常在微博上跟粉丝互动 这是一个偶像应该要有的能力 是 好嘞 那那个 接下来 谁来 王源 好 唱一个 我来吧 要不然 好吧 好好好 酷盖 是什么盖 这个我知道 就像我这样的酷盖 这是什么盖呢 来看一下 反应了 酷盖 酷家伙的意思 哎哟 很了解嘛 就是英文已经被我们中文彻底覆盖了 也是一种酷盖 好 那个千玺 本命是什么命 一个可能是本命年的本命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 本命年的本命啊 或者 或者是那个 我最喜欢的那个偶像 我最喜欢他 像自己的命一样 叫本命 是什么 我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看 要不我来 园子二次园 愿意为真命天子 饭圈特指自己 最最最喜欢的爱豆 哎呦 三位一定是很多人的本命了 好事 他们是你们的本命吗 太棒了 哎呀 当然了 这里还有墙头啊 闭眼吹啊 走花路啊 也都是我们饭圈的用词 是是是 我相信这个 观看微博之夜的朋友 对他们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好 三位都很厉害啊 品学兼优啊 对 因为他们其实又要跟粉丝互动 又要坚持自己 在艺术上的提高 还有其他的学业 很不容易 咱们别光欢呼 对演员最大的保奖 是用真实的双手 为他们鼓掌 谢谢TN Voice 好吧 谢谢 干得漂亮 一百分 谢谢 谢谢你们所有的粉丝们 来 三位 请入座 继续管理 请入座 请入座